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76岁姓叶的伯伯 头、颈、背脊、双手都有刀伤 其中颈部的伤口更加有七寸 下额几乎被劏开 宋远抢救之后,情况危怠 消息指,是女东主叔父的叶伯 每天都会负责帮深水埗北河街的走换店关门 去收工之后的习惯性都会去近 封书街球场的地方乘巴士回家 不排除责仔,以为叶伯是负责人 会带上钱收工 所以昨晚7点,背着赤背包的叶伯 走到石叶尾游戏化院的时候 独行的蓝策 孤了人去后巷,起图行叶 但是市主作出反抗 逃出后巷的叶伯,跑了40米 去到渝州街171号对开 就被南亚瑞策人斩双双手和背脊 根据我们的调查,他身上的现金并没有被夹去 但他身上有一个斜背包 装了一些锁匙和手提电话就失去 被抢走斜背包的热白,身上有万多元钱就没有被偷去 最后被街坊发现,他不知道地报警 警察在附近兜着刹人,不过就没有发现了 选择